那小酒說會點什麼嗎 咖啡 好那大家慢慢送過去 找個位置休息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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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能咖啡跟點心一起慢用 不要以為這裡是咖啡廳喔 其實這裡是日系車廠的保養接待中心 黑白色調裝潢走質感路線 沙發區電腦區道吧台 看起來還真的像咖啡廳 汽車保養這段時間 車主能看看雜誌 就算沒有帶筆電 接待中心也有電腦能上網 現在應該就是後勤服務 應該要做好一點 做得有口碑一點 我覺得比較重要 台灣車市競爭激烈 除了拼新款車市 價格還要拼門面 日系汽車砸下三千萬 重新裝潢這間展示中心 拓展空間 從80坪到140坪 空間變更大 還有新增咖啡廳 果然平常日 就吸引不少民眾賞車及保養 大地色裝潢 有鏡子跟按摩座椅 看起來宛如美法院 另外一家德國進口車商 也要拼服務升級 打造女車主專屬休息區 首創免費洗頭服務 別的車廠好像沒有這樣子的 一個概念 可以讓車主來這邊 就是等待的時候 還可以有一個輕鬆的休息的時間 洗頭應該會到美容院吧 是沒聽過啦 是應該怪怪的 除了專屬休息區 德國車商還大手筆砸錢 蓋新旗艦展示中心 占地2200坪 可同時展出40台車 各大車商開始重視台灣市場 紛紛在今年花錢拓點修門面 有車商花200億全台增20個據點 還有花2億打造最大板考中心 日系車商花10億把展示中心升級 動輒上億元的支出 拼服務 改門面 就需要吸引更多客戶上門 記者孫培俊 陳生意 邱子玲 台北高雄採訪不到